刚走然后掉下来了 干人家车砸坏 你说这要是砸着人怎么办呢 当时我就打了110报的警 110也过来了 整个处境记录 当天晚上特别暗 不知道是哪掉下来的东西 被砸的两台车的车主 崔大哥和小魏都挺憋屈 这从天而降的究竟是啥呀 热心记者了解到 沈阳市铁锡区阳光家园小区 是2009年建的 12月9号晚上发生脱落的地方 是2号楼一单元13楼1号的东侧阳台 和下面的阳台对比 脱落的面积看起来还不小 但好在大量脱落下来的水泥块 都掉在了12楼的阳台上 只有少量的水泥块和本板砸到了车 由于事发时是晚上 并没有砸到人 而事发之后 物业公司也在第一时间进行了维修 目前来看的状态就是说 因为险庭就排除了 排险人员用就是整个手套了 把沙画面该处理也处理了 其他也就是人为我们能处理到的地方 现在肯定也是不能脱落了 这个事处理完之后 石上楼业主态度可能就是说 等开春吧 我是换床 我们还是怎么处理 崔大哥和小魏本以为处理完险情 接下来就得说说赔偿的事了 但是物业这时候却说 现在就是论哲来的话 我物业公司给你有签和 负责公共区域的管理预备护 那么外墙肯定是我公共区域 针对他人家阳台底部及床 我认为不是我物业公司 应该是他人家最有部分 就属于他业主自己的责任 对 责任这东西咱俩不要去化缓 论哲来看扎车 如果不化责责任的话 那人家受损了 人家车辆确实被砸了 我已经跟咱受损方这样的沟通了 那作为民事纠纷 那首先他没有报警地录 对吧 我物业公司第一时间到现场 咱进行维护了 这个事我们不否认 对吧 发生问题的解决纠纷 那定整执责那就找法院呗 提起告诉呗 R5物业公司与13楼 作为二位的共同行为 铁机法院呗 现在问题纠结的点就在于 阳台底部的区域 属不属于公共区域 物业认为 阳台属于业主专有部分 那么这块就不完全属于公共区域 所以赔偿的话 13楼的业主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